加赛快骑和骑黑胜的精彩对局 双方形成中炮进三兵 对屏风马强挺三足 那因为第一盘对局 王特后手屏风马被水国翼的牛头滚 攻杀到元气有一点虚 所以这盘骑他选择问剑 北向避开足一进一流行的变化 红方平炮瞄住黑马 黑方跳马封驹 以下居九进一 四四进五 红方平驹站立 黑方浸泡封驹 防止红驹过河 所以徐特接走月马盘河 也是针锋相对 准备冰三进一 那以往黑方出现过平炮大兵的变化 值得一提 发展下去会形成对局 红方在进鞠过河 准备平鞠捉双 如果马二进一 红方可以炮七退一 准备G六平八 然后退鞠捉炮 以后炮大中足 黑方不一定有便宜 所以实战 天一选择先马踩边兵 考验红方的应手 如随手退炮 那BOOM 恰到好处 因为炮打向之后 现在区别是 黑方二路炮已经大通了 炮三平一 威胁双炮杀 黑方明显主动 回到实战 徐特选择炮七平八 也是一步关招 黑方炮二进死 瞄住中兵 红方先不适 以进制动 那黑方如果炮打中兵 红方可以考虑冰三进一 或者炮八进五打马 红方还是保持先手 所以实战 老王选择先进炮大局 红方进鞠过河 黑方再平鞠腰队 那红方必须求胜 显然不肯队 平鞠捉炮 是后中先的走法 等黑方炮打中兵 再炮八进一 腰队黑炮 同时憋住黑马 防止马一进三的反击 那农民接走炮五退二 水果顺势举尺边阻 捉黑马 以下马一退二 举九平八 准备马四进三 或者兵七进一 所以黑方再进马 先第一手 那这里不怕红方 举八退二 因为炮八退三 牵住举马 所以徐克过断马踩足 准备咬炮 但王天一果然奇感敏锐 炮八平七 是借力打力的好奇 引诱红方失去 再退炮打马 形成要双鞠 红方有丢子的危险 就算鞠二退二 发展下去 黑方准备炮二平三 或者进鞠过河 明显占优 所以实战 徐克也没有吃鞠 他选择一弓之弓 弓 马入虎口 反弃红鞠 那黑方显然不能吃 否则马一进三杀起 所以飞向吃马 红方才对居 然后杀中族 形成捉双 那红方等于弃马抢攻 应该说双方各有顾忌吧 黑方进鞠宝炮 红方举翅中相 准备鞠五平九进攻 黑方赶紧出将 叫杀 红方也出帅 黑方再炮五平八 随时准备沉底炮 或者平鞠叫将 红方只好炮五平二 先守住 黑方跳马 红方平鞠捉马 黑方退马 红方再鞠九平八 含蓄有力 那黑方如果再进马 那红方将来拂有 退巡河鞠 威胁鞠八平九 着死黑马 就算足三进一 红方少子也是有攻势 那我们回到实战 天一也知道 兵归神速的道理 直接冲三足 掩护黑马 同时引诱红方 炮二平六 较将 但黑方拂有 局势平六 反将 如果平中帅 黑方沉底炮 可以抢先入局 比如说 下一步马五进六 好 我们回到实战 所以许国义 他选择 兵器进一 黑方在炮器退一 利用拦截战术 防止红炮投入战斗 红方顺势马九进八 蓄势待发 随时服有兵器进一 在炮八平六的腾挪战术 那黑方如马七进五 为了连环 那值得一提 红方甚至服有气炮的手段 形成局桌跑 司机局八进三 或者局八平五 红方也完全可下 回到实战 那王天一 可能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招法 选择马七进六 实际上是一部漏招 好 如果你有想到 冰三进一 那恭喜你有大师的水平 切断一方马炮的联系 发展下去 红方得回一子 大战优势 尤其下一步炮八平七 但实战呢 水国一 也没有 应该说也忽略了冰三进一吧 他选择炮八退一 准备炮八平六 虽然可下 但比较缓 那黑方 R六进五 那红方这里 平炮交将 考验黑方的应手 如随手平中将 那 爆 巧限骑兵 那妙用引力战术 红方可以争取 陈底局 破黑式 如果退式 局八平五 抽黑马 我们回到实战 那老王也没有平中将 他选择 G四平六 交将 红方平中帅 一方在退马 踩兵 那局面至此 红方虽然还是少子 但左翼 局马炮 潜伏攻势 应该考虑 陈底局一将 才炮六退一 下一步威胁 G八平七 捉马 活通 八路马 会比实战的效果更好 因为针对黑方 王位不安 但实战 徐特大 直接退跑 那黑方赶紧 平中将 红方 十五金六 为了 借帅助攻 但黑方 平中 就一将 相当 及时 红方选择 还架中炮 威胁 铁门 双杀 但黑方 也是 雄有成竹 弃马 踩尸 哇哦 红方 显然 不敢吃 否则 黑方 双炮杀 所以实战 徐特 选择 初帅 那黑方 也要戒杀 也从容的 出将 依然 不怕 红方 炮打马 黑方 也是 浮有 岩浆杀 我们回到 实战 水国义 也不是 等贤之辈 他选择 平炮 较将 等黑方 退马 在城底 居一将 在平居 捉马 交法 也很刁钻 黑马 显然是 不好动 值得一提 因为红方 下一步 马八 禁六 等进攻 手段 势不可挡 所以实战 王特 选择 一攻 为首 平居 较将 然后 进居 捉跑 见风插针 红方 如果不是 一方 刚好 浮游 炮 八 平武 较将 针对 红炮 无根 初帅 也没用 因为白吃白喝 所以实战 水国义 也只好 退居 赤马 一方 平居 吃炮 还四击 退居 逼对 红居 那红方 索性 举起 锦衣 争取 得回义子 但 王天一 也早已 神谋 远虑 被高向 打居 恰到好处 红方 只好 进居 点几将 再 冰三 进一 准备 孤主 一致 尽管说 勺子 已经 劣势 那以下 G4退三 马八退七 G4平五 出帅 黑方在 炮八进一 准备炮八平六 阻伤 但徐特 不为所动 退居 捉马 也是 刻不容缓 黑方 平炮 叫杀 红方 上帅 黑方 退马 红方 进局 再捉 考验 黑方的 应手 那如果说 马一进而 那黑方 那红方 可以进一局一将 黑方不能下降 因为 沉底炮 是杀起 那我们回到 实战 天一选择 先退炮 偷杀 红方 平中炮 掩护中路 黑方 再进炮 打马 进而复退 为了 引诱红方 马拉七进就 看似 先手 但黑方 俯有 连续手段 可以 截阻 先登 所以 实战 水博弈 也不敢 轻举 妄动 选择 炮五 进一 伺机 而动 也走得 比较 急紧 那这里 黑方 也可以考虑 炮六 进而 准备炮 打马 减化 局势 但实战 农民 选择 马一 进而 看似 无可厚非 实际上 给红方 有机可乘 好 如果你想的是 举起 紧一 再退去 捉马 那恭喜你 有特大的水平 上一步 先点将 是非常 降究的 防止 黑方 马二 进一 的反击 因为刚好 举起 平六 让黑方 平中将 之后 再 举六 平准 利用 铁门窗 叫沙 可以白吃 黑马 也由此 可见 虹方 举起 进一 顿挫 得 微妙之处 但实战 许国义 时间 比较紧张 随手 举起 退二 那 遭到 黑方 马二 进一 之后 现在 区别 也是 G7平6 黑方 可以称势 红方 勺子 没有公式 那实战 红方 选择 赤马 但大势已去 以下 黑方 G双炮 结阻 先登